花莲施工所开办客家文化志工培训的课程 26号是志工们雷查的活动 市长魏嘉贤也亲自体验雷查的过程 市长表示希望透过实际课程 让志工们深刻的了解到客家文化 而在导览介绍的时候能够更有深度 虽然是防疫期间 施政工作也不会停摆 施工所会加强防疫的作为 确保上课民众的安全 雷查达人韩竹珍老师 首先示范客家雷查的制作程序还有技巧 市长魏嘉贤也亲自体验了雷查的过程 这是花莲施工所开办的客家文化志工培训课程 希望透过实际课程 让志工们更深度了解客家文化 那我们这个课程主要是给我们花莲施工所 在客家的志工的一个培训跟研习的课程 那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让我们所有志工能够了解到客家的文化 一个学习那也能够把自己的荣誉感展现出来 那我们更希望有更多的人 能够共同加入更多的志工服务团队里面 能够让大家来享受到更便利 更好的一个生活跟服务 那在此后 我换志工所会持续不断的办理各项的课程 不论是志工或是研究课程 都欢迎大家一同来参加 老师和市长都示范过后 就换学员们来开始动手体验 大家分组分工合作 有人到果仁 有人帮忙压住雷茶碗 每个人也轮流体验雷茶的技巧 大家认真卖力还流出了一身汗 实说雷茶看起来简单 做起来其实还真有点费力 市工所强调 虽然在防疫期间 不过各项市政业务还有活动不能停摆 市工所会在严密的防疫作为下 继续举办各项的课程活动 也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